他在今天人们的心中 仿佛是空气 是水 是阳光 是陪伴人一生的东西 那么他 到底是什么呢 地球的生命是四十五点六亿年 人类的生命是二百五十多万年 他的生命是五千多年 他在梅索布达米亚平原的泥板上 他在亚西亚海边的贝壳里 他在太平洋岛的石头上 他在印第安人的珍珠项链里 他阳光 成就了一切的一切 让自由成为自由 让财富成为财富 他冰冷 定义了今天的格局 让欲望成为欲望 让战争成为战争 如果将人类的二百五十万年 压缩成二十四小时 那么他伴随人类 不足三分钟 人们知道他从哪里来 但不知道他到哪里去 他就是熟悉而又陌生的 火币 一千六百年前 意大利人沿着列岛建城 狭窄的水道挡住了普通的船只 人们于是发明了一种 名为贡多拉的交通工具 这种船的形状窄而深 特殊的不对称设计 让贡多拉可以在任何狭窄的地方 穿梭自如 从此城市交通 延伸到水城的各个角落 世界上最早的银行 也诞生在地中海沿岸 有人说银行在经济界的地位 只有运输业可以比行 银行是货币的交通工具 只要是货币存在的地方 银行的触角便可到达 银行它是在货币多余的人和货币短缺的人之间 通过这个配置使得资源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几百年来 银行永远占据着一座城市最好最高大的建筑 而无论它的外在形式如何改变 都有着共同的本质 银行经营的不是普通的商品 而是货币 让这一切得以运转的 则是信用 这里是世界上拥有最多现金的地方 银行 银行不生产商 不受卖货物 但每天都有成捆的金钱被送往这里 这些钱来自哪里呢 今天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将钱存入银行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我们很少问这样的问题 银行是怎样的一个机构 那些坐在柜台里数钞票的人都是谁 为什么我们会把钱交给陌生人 这些钱会去往哪里 银行的生命来源于储户的信任 这种信任既非亲情也非友情 在货币的世界里 在货币的世界里 它被称为信用 在几百年的银行历史中 无数银行和银行家经营和培育着信用 有些因信用而崛起 有些因信用而坍塌 今天商业社会中 最为可贵的信用 是怎样出现的呢 借与贷是最早的信用关系 这账簿上详细地记录了 每一笔存款和借款的记录 通过它货币的去向一目了然 完好保存的商业合同 装表起来的票据 只要在金库中预留一定比例的黄金 以便能够应付客户临时的兑换要求 而剩下的黄金 可以通过放贷收取利息 这个古老的行为 逐渐演变成货币史上的重要创新 部分准备金体系 这个体系界定了存贷款比例关系 成为现代银行风险与稳健的衡量标准 不管是在意大利 英国还是其他国家 通过存款与借贷 银行将货币转化成资本 完成了货币史上的一次重要飞跃 现代银行的行程 改变了货币的命运 它把社会上闲置的钱汇聚起来 投向需要发展壮大的企业和行业 加快了经济运转的速度 几百年来 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工业和科技的发展 都离不开银行的贷款 如果说货币对于国家经济的重要性 如同血液对于人体 那么银行就如同输送血液的心脏 只有这些钱在市场上不断地去用用 不断地去周转 不断地去产生效益 那么你这个货币的功能才会体验出来 现代商业银行体系的形成 离不开一个家族的名字 在整个十八世纪 它几乎是财富的代名词 这个家族建立的金融帝国 影响了整个欧洲 它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 今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在世界各处拥有富丽堂皇的宫殿 然而这个家族的货币亡国之路 则是以破旧的犹太聚集区为起点的 伊夫林先生是家族在英国分支的第五代后人 他的先辈内森罗斯柴尔德 是整个家族最显赫的银行家 内森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的一个犹太家庭 在他十几岁那年 他的父亲梅耶罗斯柴尔德 依靠经营政府公债和进行股钱币交易为生 在生意中 罗斯柴尔德揭食的第一个大客户 是当时黑森州的统领黑森公爵 然而就在不久后 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战争爆发了 十八世纪末 法国人拿破仑开始了统一欧洲的计划 1806年 拿破仑占领了莱茵河畔的黑森州 已经失去统治地位的黑森公爵 无奈下将财产托付给罗斯柴尔德 逃亡欧洲 拿破仑下令寻找这笔财产的下落 并发出警告称 任何藏匿者都将被送上军事法庭 此时的罗斯柴尔德 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在忠实于客户和屈服于权力之间 罗斯柴尔德选择了前者 1813年 随着拿破仑在莱比西战役中失败 重新夺回权力的黑森公爵 回到法兰克福 罗斯柴尔德家族八年来的坚守 捍卫的不仅仅是客户的财产 更是银行家的声望和信誉 尽管在法兰克福已经小有名气 但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着更大的野心 向海外拓展 在父亲的影响下 内森先去往英国工业城市曼彻斯特从事贸易 然而他很快意识到 占领金融制高点的必要性 他把目光锁定在英国最大的城市 伦敦 十九世纪初的伦敦 扮演着欧洲金融中心的角色 而皇家交易所 则是商人和银行家云集的场所 在皇家交易所的柱子前 内森常常与他惯有的姿势站着 没有人能读懂这表情的含义 也没有人能够知晓内森的内心世界 他的目标是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国际银行集团 很快 内森的兄弟们相继在法兰克福 维也纳 纳布勒斯 巴黎等地开了分行 他们通过紧密的血缘关系 在世界范围操控着货币的流向 他们共同信仰着一句家训 金钱一旦作响 坏话随之戛然而止 berg 宗洋 通过家族网络在世界各地的公债发行 到十九世纪中期 罗斯柴尔德共累计约六十亿美金的资产 当时在欧洲流行这样一句话 欧洲拥有六大强国 英国 法国 俄罗斯 奥匈帝国 普鲁士和罗斯柴尔德 银行业对世界的巨大影响 在这个家族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世界上早期的铁路 地铁等重要基础设施 都来自罗斯柴尔德的贷款 在家族成员伊夫林先生的房间里 有一枚家族徽章 五支箭代表了五兄弟间的团结与合作 那来自几百年前 法兰克福犹太聚集区的古老家训 影响着每一个家族后代 信誉 作为整个商业体系 得以发展和运转的基础 成为几百年来商业银行经营的准则 在罗斯柴尔德时代 出现了越来越多实力雄厚的银行家族 德国柏林银行家布雷施劳德 在英国与罗斯柴尔德齐名的巴林家族 美国最富有的洛克菲勒家族 影响整个世界的摩根家族 正是成长起来的一批批银行家 将资本的力量传输到世界各地 从英国伦敦金融城 德国法兰克福 到美国的华尔街 日本东京金融区 每个国际金融中心背后 都离不开银行业的支撑 银行最大的一个作用 就是在于把信用体系带到了人类社会 信用体制的推出 我觉得是银行对于整个 这个人类经济体系的发展 做出的最大的一个贡献 伦敦金融城是个充满矛盾的地方 它有着最现代的建筑 同时它也是伦敦最古老的地方 古老的街道和现代的商业背后 隐藏的是千年的历史文化 尽管这座城市在历史上 曾经历过两次严重的大火灾 但在重建的时候 仍然保留着传统与现代的并存 在历史上映了一些古老的 传统的名字 在历史上映了一些古老的 所以它有一个很长的历史 的经济历史 它有很长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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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十九世纪 伦敦已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 伴随人口的增长 伦敦人分化成了富人和穷人 银行代表着富人的文化 那些手工业者 仆人 以及成长中的工人阶级 都不属于当时银行提供服务的 富有阶层范围 人们曾把银行比喻成 山顶上的城市高高在上 直到1810年 英国开始有了 为平民提供金融服务的储蓄银行 从此 储蓄成为英国普通百姓的 重要理财手段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资金融 这是我的第一次资金融 我的生日资金融 我没有资金融 我没有资金融入 这个资金融入 到1926 I had four pounds no shillings and no pence four pounds I've always been very keen to keep a record of my accounts and here I've drawn a graph which shows how my savings started as a newborn baby probably in this sort of period it did start to go up and I think towards the end I was saving up to get married 乔治的第一份工作是制图员 当时他的工资 还够不上缴税的范畴 他的每一笔存款 都是未来生活的基本保证 that was no just for emergencies really I mean one did that in those days and there's a great fear of what we term the workhouse this was a place where they sort of dumped old people who had no means of their own and the other thing that was very important to my family was always to have a proper funeral 储户愿意把未来交托给银行 代表着一种信任 然而这信任形成的过程中 却不乏惨痛的经历 在历史上 因为银行自身经营不善 造成小储户倾家荡产的案例 时有发生 这让富有的银行家 和普通民众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 为了在储户中建立一种信任 1817年 英国颁布储蓄银行法 法律要求银行将部分存款作为准备金 以确保储户存款的稳定 这是第一步和银行相关的法律 一百年后 美国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 在大萧条中数千家银行倒闭 众多储户的财产辅助东流 为了保护储户利益 1933年 美国颁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 推行联邦存款保险制度 保护了存款人利益 而今天 世界上绝大多数银行法 都以保护储户基本权益为出发点 因为再小的一笔存款 都是银行生存的活水之源 当我们被联系 我们开始赚钱 因为 你必须要住在某些地方 而 居住自己的家庭 是最好的方法 做的 我经历了 55年 在这家庭 我们经历了 我们有四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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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十八十九世纪 世界上最优秀的银行 都是由家族创立的 他们用血脉和传承 稳固着自己的金融帝国 而进入二十世纪 银行的发展 打破了家族式的垄断 逐渐形成了 现代的银行业格局 这个曾经为了稳固家族事业 甚至实行家族内部偷婚制度的 罗斯查尔德家族银行 今天却是由毫无血缘关系的西金斯先生 担任首席执行官 他掌管了这家银行的主要业务 这是二十世纪以来 世界银行业发生的一个重大改变 家族银行 私人银行 逐渐演变成股份制商业银行 股份制最早诞生于十六世纪的 远洋贸易领域 商人们以合股的形式 分担风险共享收益 股份制公司 让贸易到达更遥远的世界 而当这项伟大的发明和银行对接的时候 现代金融的翅膀 帮助银行完成了又一次飞跃 为了资金融合作业务 和商业务全体的 是很大的步骤 因为之前 银行只能有更大 为了资金融合作业务 所以合作业务 让银行业务 在银行业务 与大量的钱 然后使用那些钱 来发展商业务 1921年 在今天的上海外滩12号 一座新古典派风格的建筑 出现在中国人面前 建筑大楼 采用了意大利的花岗岩 大理石 法国的吊灯 巴西的红木等等 门口的铜狮 则是按照中国衙门的样子 所设计 他被当时的人们称为 狮子银行 而他的真名 则取自 汇款丰域 汇丰银行 这家银行最初成立于1865年 它采取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模式 由苏格兰人苏什兰 在14名商人中募集了500万港元 将总部设在香港 凭借着雄厚的资金实力 以及现代化的金融业务 这头雄狮的影响力 迅速在中国甚至世界范围散播开来 他的分行遍及上海 东京 加尔哥达 曼谷 伦敦 巴黎和纽约 当时的背景 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不仅是军事侵略 经济上的骆夺 所以他要把银行要开过来 当时有很多国家的银行在中国落户 但当时中国的民族银行业 当时非常的弱 中国到明清嘛 明清之际 那就出现了这个 这个这个 山西的票号 你看山西的票号是为什么服务的 主要不是为市场服务的 主要是为政府服务的 就是上脚下波财政的收入 而二十世纪初 随着外国的股份制银行进入中国 中国本土靠着银两汇兑起家的票号 则受到很大打击 单薄的资金力量 无法和股份制银行竞争 曾有人提出 要把票号改为股份制银行 实现票号联合 但遭到了很多东家和大掌柜的反对 1914年 随着票号之手日升昌的破产 票号左右中国金融业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终结了 穿马褂的票号日渐衰落 着西装的银行取而代之 我觉得一个银行体系无论在任何时代 它要能够非常有效地为经济体的发展做出贡献 很大程度上它必须要独立于这个政治体系 因为只有它依赖于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 才有可能保证自己的价值自己的贡献 能够源源不断地反映到自己的业务之中 清晨的伦敦金融城是安静的 古老的气息似乎和人们心中 对金融业的理解相去甚远 就是在这片土壤 英国的银行业曾经历过大浪逃杀的过程 在祥和的老街道里暗藏了市场最残酷的竞争 但是同样是这片土壤孕育了现代银行业 正是市场化之下的竞争 为银行的成长提供着公平的机会 今天世界主要银行几乎都是股份制商业银行 他们有义务向公众披露资产债务经营业绩 并接受股东和公众监督 股份制不仅壮大了银行资本 同时明晰的产权结构将资产拥有者和管理者分离 银行告别了一人独揽大权的时代 职业银行家从此出现 维护信誉不再只是一种道德约束 它渗透到一家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中 而在中国相当长的时间里 银行一直是国有的结构 银行的观念在政府和企业中徘徊 也就是信用主体模糊 由此带来了诸多问题 政府的官员或者一些国有的企业 他们觉得你这个钱带给我 你没有必要再催还款 因为你是国家的 你的钱是国家的 我也是国家的 我用也用在国家所有需要的地方 还不了 那就反正总有一天能还上 我觉得这个呢 它是一种过去商品经济不发达 产生一些股的想法 银行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国家的色彩太浓厚了 它不是一个纯的商业银行 纯的商业机构 这样呢 其结果就是 它给我们经济输血的时候 会经常是极低的效率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 1986年 新中国开始出现股份制商业银行 逐渐打破了国有银行 一统天下的局面 但是对于长期在国有制管理下的银行业来说 要出现符合市场经济的银行 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 我们的银行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 银行的高层 他不把自己当成一个商业银行家 他把自己当成一个政府官员 毕竟他们当中的人 后来做官员了 甚至带着级别等等之类的 因为他的任命不是由股东任命 他的任命根本上是由国家政府去任命的 那么当他们把自己当成官员的时候 他是不是把银行的这个经营最大的宗旨是为了创造财富 股东的财富 而是说上级满意 这根本上就决定了银行的经营效率不高 中国的现代银行刚刚走过一百多年 与那些有几百年历史积淀的国际性商业银行 不在一条起跑线上 而这也许会给未来的中国银行业 留下更多的探索空间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 一平方英里的伦敦金融城 已无法容纳不断扩张的金融机构 众多银行将总部搬到了 位于伦敦西区的金丝雀码头 这里不再有传统的老建筑 去而代之的是摩天大楼 这里也成为英国最有活力的新金融区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 几千公里外的美国华尔街 众多金融机构 早已离开地理意义上的华尔街 在这不足五百米的狭窄街道 已经找不到银行机构的踪迹了 然而银行的变化 不仅仅发生在地理位置上 银行的实质也在发生着改变 随着证券市场的繁荣 商业银行对货币的输血功能 逐渐受到其他融资方式的挑战 这促使商业银行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 1999年美国结束了长达66年之久的 金融分业经营体制 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壁垒被打破 银行开始从事风险更高的业务 金融工具不断创新 拉开了金融业全方位竞争的序幕 1992年一位英国经济学家 曾用巨大的赌场作为比喻 他认为现代金融市场 具备了赌场的所有要素 赌徒、赌具、赌资、筹码和规则 也像赌场一样充满了投机和风险 从1950年到2007年间 美国金融从业人员增长了76% 金融业创造的产值 从79亿美元增长到了1.1万亿美元 而这些数字在2008年戛然而止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很多国际性大银行 因其风险业务比重过大而受到重创甚至倒闭 有关贪婪欲望的指责接踵而来 人们认为银行业绑架了世界 导致很多国家的经济处于风雨飘扬之中 所有的矛盾最终在2011年集中爆发 美国民众发起占领华尔街活动 引发了世界性的抗议活动 我认为银行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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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货币市中银行的发展道路一直充满坎坎 从意大利的古老银行到英国的金匠柜台 在货币市中银行的发展道路一直充满坎坎 从第一台自动提款机的发明到全数字化的银行系统 银行已经在我们生活的地球形成了一张银行之网 在这张网编织的过程中 风险和教训常半起左右 1929年经济大萧条中有至少5000家银行陆续倒闭 1995年因一名交易员的错误交易 有着233年历史的英国老牌贵族银行巴林银行倒闭 2008年美国最大的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 因贷款过度资本金不够在银行挤兑中倒闭 2011年苏格兰皇家银行因管理混乱监管不力 曾一度濒临破产 死亡面前再辉煌的成就 再悠久的历史都变得如此脆弱 唯有小心翼翼的经营控制风险 加之有效的监管体系 在危机中我们也能看到成功的故事 成立于1472年今天仍在营业的木山银行 现在是意大利的第三大银行 在这540年的历史中 木山银行几乎经历了人类 已经建立过的所有政治体制 其中有80年的西耶纳共和国 有300年的德国西班牙法国 先后入侵与主宰的意大利 有60年的君主制 有20年的莫索里尼法西斯主义 也有60年的宪政共和国 500多年的历史是五个世纪之多 是半个千年之多 历经政党的变化 君主的颠覆 地狱的纷争 国家的不错 这些都没有让木山银行夭折 没有让信用文化消失 这是木山的幸运 是银行业的幸运 也是金融业的幸运 与其他古老的私人银行一样 西耶纳木山银行 发展成为股份制商业银行 在米兰交易所上市交易 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大辩论 从公元前到现在 这是一场政府与民间的大争夺 从东方到西方 货币的公平与正义如何实现 货币的发行权究竟应该归属于谁 敬请收看大型纪录片 货币第五集 权力之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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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